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职天下》第1117集 由于阳为您播讲 皇家嫁娶基本上都是在14到17岁左右 仁宗大婚是在天圣二年11月21 论周岁是其14岁半 若以其为例 赵旭大婚差不多还有三年的时间 就算脱长一点也不可能超过17岁 照常理三五年内天子就要大婚 之后到底是如张宪明宿皇后故事 一直垂帘到她撑不住为止 还是请妻撤联让天子亲政 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连天子大婚的相关事宜 现在还没有人敢说出口 太后的权威是一条 天子的身体状况也是一条 让人必须细加思量 否则站错了队 性命或许无忧 但前途就不用再费心了 天瑜现在提到大婚 也不免让韩刚多想一层 不过他也是了解天瑜的为人 想了一想到 等我与太后说一说吧 如果当真有事 尽量悄悄解决 天子年又是枯 又出了那等人伦惨事 不能再出什么事了 天瑜沉沉地点了点头 的确是这样 一个人的经历会影响到他的性格 没有哪位朝臣不担心小皇帝的性子 天瑜如此忧心忡忡 也是这道理 等天瑜走后 韩刚没有再见客 在空无他人的书房中静默了良久 忽而洒然一笑 当天下成百万的幼子 开始学习自然科学 一个小孩子的叛逆 又能做得了什么呢 大势及其总是贵为天子 想要阻拦 也不过是躺臂挡车 抬手将桌上又学穷林的手稿拿了起来 有这个空 他还不如多叫点一下修订稿 再多考虑一下大理的战士 忽然一声巨响 仿佛只存在于苍穹之上的雷鸣 出现在大地之上 来自于西南群山中近百部族的族长 贵胄和战士们 在与大宋官军并肩作战的这几个月里 已经熟悉了这样的生下 从一开始的惊慌失措 静之如神 到如今的视若平常 不动声色 甚至有几个聪明的部族之长 在见识到了火炮的威力之后 设法打探到了其运作的原理 甚至火药的成分 动起了如何让自家的匠人 打造这种武器的念头 大一点的部族都不缺匠人 会注重的工匠也不是没有 而且火药这东西的原料 西南也不是没有 打造出来之后 放在自家的寨子中 也多了一件保家的利器 不过今天 第一次见识到火炮 轰鸣时的惊慌和敬畏 重新降临到他们的身上 来自群山之中的人们 可以逐渐无视宋军 声势显赫的火药武器 但他们却不能对炮口前 绽开的雪花 视若平常不动声色 武门火炮的炮口 鱼烟鸟鸟 炮手们正忙着 清理炮口和炮糖 之前 绑在炮口之前的死球 已经化为了满地的碎肉 地上的残骸还没有收拾 新的一批又被拉了上来 火炮不住轰鸣 血色弥漫于刑场之上 雄本却在放声大笑 都说这是好办法吧 站在一旁的赵龙 点了点头同样在笑 的确是 在宋军主帅纵声大笑的场面中 成为背景的 是上百名脸色苍白 无嘴欲吐的 翻人足球 望向雄本赵龙的眼神中 充满了畏惧 那些已经化作了血泥碎肉的物体 原本还是他们的同伴 一同听命难下 相互间争夺功劳和战利品 为胜利而醉酒 为俘获而喧嚣 现在已经烟消云散了 多亏了看了报纸 这么好用的手段 多亏了那伪帝能想得出来 所谓推陈出心 不外如是 不外如是啊 辽国伪帝耶律以心 是怎么对付他的敌人的 他的手段通过各种途径 传到了宋国 之后又被刊登在了报纸上 传遍了天下 原本是被当作伪帝残暴不仁的证据 现在却被雄本活学活用 其实要说刑科 大宋一点也不输给北方的邻居 凌迟 腰斩之类的法外之刑 从来都没有断过 刑统之中 死刑不过斩 脚 其余更为残毒的刑法 全都是法外之刑 而在军中 法外之刑 尤为多 这个时代的文臣武将 都有相同的想法 想要震慑一杆 杀人放火都毫不在意的赤牢 只有用更为残暴的手段 来让他们感到恐惧 对付手下的蛮夷 自然手段更多了 不仅仅是官刑的帆布成员 旧是赵龙 虽是在一同说笑 但心中也不免思思冒着寒气 只有雄本完完全全的投入进去 兴奋的仿佛看了一场大戏一般 没有穿甲皱 也没有穿官服 普通的日常服饰 看起来就是一名 思思文文的老学鳩 但它终究是让西南仪 俯首贴耳 蛮一家的小儿 不敢夜提的雄精略 文臣 文臣 那些藩人 仿佛被蛇吓到的青蛙一般 赵龙望着他们 有那么三两分感同身受 这些文明天下的帅臣 又岂有一个好项羽的 又有哪个会心思手软 小趣了他们 自然会落到这样的下场 赵龙是亲眼见识了 王韶当年是怎么碎瓜 杀梁茂公的士兵 也知道了韩刚 是如何让交纸人 都执掌八根脚趾头 雄本有样学样的 把犯了事的藩人 绑在火炮炮口前 他除了一点点的兔子湖杯 真的是一点也不惊讶 不过些许感同身受的同情心 很快就烟消云散 自幼生长在战区 赵龙他对不顺的藩人 一直都抱着杀之而后快的念头 现在的一点感慨 也不过是手段太过酷烈了 真要让四方满足 从此不再为中国之患 一个是教化 让所有仪人都羡慕中原的文明 甘愿接受朝廷的统治 另一个就是震慑 以黄黄武功 在教化完成之前 让首领们不敢率不作乱 这就需要朝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所以一直以来 大宋多是以急迷的形式 来解决边境上的问题 放弃了开疆拓土的追求 相对而言 赵龙还是更喜欢现在的做法 此辈畏微微而不怀德 不多敲打 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总好像朝廷有求于他们 大帅处置他们正是时候 这下子该知道好歹了 前段时间 朝廷为了让这些藩部 来配合官军的作战 给予他们的条件 实在是太宽大了 大理国中各部族的子女 任其自取 财富 也任由其功夺 只要他们肯派兵 跟随官军一起南下 助长声势 相对于在韩刚手上 受了一年多磨练的 广西朱藩部 一直被打压的西南仪 突然间为朝廷用兵 大理所倚重 如此剧烈的转变 不免让那些藩部的首领 认为是朝廷 因为形势窘迫 不得不给他们好处 既然知道朝廷 少不了他们 自然有人会得拢忘蜀 想要捞上更多的好处 尽管官军表现出来的战斗力 让他们不敢倒戈一击 但行动见不免滋意妄为起来 为了争夺俘获 各部族私下里火并了 不是一次两次 而对敌也是烧欲敌宗 便立刻知会官军来源 对此雄本一直视若无睹 但雄本的沉默 不过是等待爆发的时机 不论在何地 汉人总是能够让自己生活得更好 不论在大理还是在齐国周边的蛮部之中 绝不缺乏汉人的身影 而他们也几乎都是有着风郁的家财 南下之战的一开始 雄本便以行营总管的名义 严令诸步 不得裸掠汉儿 但凡俘虏中的汉人 必须将其全家老小一并送还 而且严禁掳掠其家财 一开始 每一家帆布都老老实实的奉若圣旨 但几个月下来 终于有人忍不住将手伸到了身家丰厚的汉人身上 而这一回 雄本就没有再当做没有看见 火炮的交替轰鸣已经超过了十轮 地上也多了一层厚厚的血肉 三个范式的部族 其族中的大小头领 只要身在南下的队伍中 都被绑上了刑场 昨日雄本还写了一封信 让人加急送往后方皇上那里 斩尽杀绝鸡犬不留 这就是雄本的打算 他打算用几千人的血来强调汉人的地位 至于三家部族的部众 则被驱赶攻城 昨日在龙首城下死得干干净净 利用他们的牺牲 一天之前赵龙率军攻下了重兵把守的龙首城 龙首城是大理国都北面的最后一道屏障 从几百年前修筑式开始 就与龙尾城一起保护着南兆大理两朝王家 在尔海之宾最为核心的一片土地 龙首城护卫着大理国都的北面 而龙尾城则护卫着其南方 即便这一片土地中心 从古太和城迁到了十余里外的阳且棉城 也就是如今的大理城 龙首城和龙尾城的地位也是没有改变的 一战便攻下了大理国都城的北面屏障 一只前锋更是直接进驻了被废弃的南兆国都太和城 这一场的战争分明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 所以雄本才不怕杀人 也必须要杀人 不管大理的军事有多么的颓废 但大理毕竟是千胜之国 享国日久 对付官军固然力有不歹 但对付隋通南下的藩部 大理军还是有信心的 雄本正是眼见着大理军偷袭越来越猖狂 而自己一方的藩军又往往不堪应战 方才找理由将那些不善外战 却精于内斗的家伙一一解决 没有人想看着稳拿稳的胜利 从自己的手中溜走 大理军并不算弱 开战以来的几次交锋 大理军已经了解到了宋军惯用的破城战术 只要大理军退守到城寨中 立刻就会被宋军用不知什么样的手段破坏了城池 再坚固的城墙会在霹雳一番的巨响之后 变成一地的碎石 从来没有一座城寨 能在宋军的攻击下守住三日 所以在宋军终于穿越崇山峻岭 来到大理国的核心地区之后 大理军开始针对性地布置 而不是归缩在城中 而跟随宋军南下的西南诸藩的贪婪和残暴 也让段高二世彻底联合起来 同时也带动了大理国中的诸多不足 旧日的矛盾在灭族的危机之前 只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这种最基本的见识 很多时候自诩文明的汉人内部都欠缺 但这一回反倒是大理国的君臣给了雄本等人一个惊喜 求和的使者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了大宋的军营 并没有拉着人去还没有收拾好的刑场走上一遭 雄本就在行园中接见了这位使者 我曾听说大理城户户飞花 节节流水乃是南国第一的去处 如此盛景毁于我手实在是不忍啊 若贵主能够自负出降 本帅便放过这座大理城 使者还是有些胆量 宜然不惧 小人曾闻上国发兵犯禁 是于为我大理国拨乱反正 不知今日经略相公让吴主出降 可是奉了圣旨 哼 我知道你们还不死心 雄本冷笑 根本就没有为这点言词上的小把戏所拿捏住 本帅在经中便听人说 大理四季长春百花不尽 如此家畜 既然你们都不在意 那么本帅也只能先拿下 再去在意了 天上的云纯白 趁在更为澄澈的蓝色天幕上 白得极为鲜明 仿佛用笔勾勒出了界限 蓝白分明 赵龙很久没有见过 如此让人神清气爽的天空了 他在延州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延州的天始终就是灰蒙蒙的 一半是因为横山对面刮过来的沙土 一半是因为延州城内百姓 每日不可或缺的石探 一年四季 天空总是蒙了一层灰色薄纱 天空是灰蓝的 云是灰白的 身上的衣服即使是新材的 只要在外面走上半日 再鲜亮的颜色也会变成灰蒙蒙的 京师的情况也跟延州差不多 这还没算北方常有的沙尘 一旦风沙掠起 戴着口罩也不免满嘴的沙土 更别提大理的青山绿水 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皇帝修行宫 世家大族造别墅 都是为了远离乌浊 享受山清水秀 而这里水土气候 足以让长安城外的中南山先行建措 如此偏南的地方竟然四季如春 按军中幕僚的说法 其纬度与梁广相同 就在梁广的正西面 生活起居自然更是宜人 对比眼前的这片四季如春 丰饶喜人的土地 赵龙感觉他自幼生长的关西 仿佛就是西域的荒漠一般 只要不去周围的重山峻岭之中 不去那些张力之地 尔海之边的生活 来自北地的汉人 完全能够适应下来 真是好地方啊 怎么喜欢这里 大军扎营之后 雄本巡视营中 走到营门前便看见他麾下的第一战将 正望着远山进水 缓步走近 迎着风 听到赵龙一声低语 当然喜欢 赵龙回身 向雄本行礼 大帅 雄本走到赵龙身边 远眺远处的大理城 风鸾起伏的苍山下 映在尔海万寝碧波上 深色的城墙 静静匍匐在苍山下 阳光柔柔地洒了下来 青的山 绿的水 黑的城 完美地交融在了一起 说不出的赏心悦目 说起山清水秀 江南疏中 都不输给这里 但江南 夏日暑热 冬日寒失 暑中则多阴 只有大理这里 方有四季长青 百花不屑 大帅说的是 既然喜欢 在这里多留两年如何 雄本抬眼问道 大理灭国在即 战后官军回师 则必须要有大将留守在这里 等到局面稳定再离开 赵龙明白 这个人选 除了自己 就只有还在 善善府那一边的理信了 只要朝廷有命 赵龙不敢推辞 赵龙正色道 又笑着说 不过这里的饭菜 末将是吃不惯 不管怎么做 都没有关西的味道 要是能白天在关西吃饭 晚上回这里住就好了 雄本盯了赵龙两眼 笑了起来 此见 老夫曾经听过一个笑话 京东那里有家人 他家有个正当年的女儿 被两户人家求亲 东边一户人家的儿子冒丑 但他家里富 西美那家穷 但他家儿子长得标致 东西两家各有各的好处 也各有各的坏处 有女儿的那家父母决定不了 就让女儿自己选 选东家露左手 选西家露右手 在东家吃饭 在西家睡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